哈喽大家好我是老胡 今天给大家讲一部 巨型水怪从水里钻出来 却被小伙一鞭子就制服 原来它不是人类的电影 新风神江吉亚 故事一开始 渭水河边风景如画 头戴斗裂的神秘人在垂钓 他钓的不是雨是寂寞 在不远处的河里 夜家三口在小船上捕鱼 父亲突然被鱼网拖下河 一条足够吃三个月的河腰 一月而起 卷走了两个大人 留下了女儿青鸾 在小船上失声痛苦 就在河腰要对青鸾下嘴时 远处飞来一只飞镖 河腰痛的钻入水中 扔飞镖的不是别人 正是那位头戴斗笠的神秘人 江吉亚 河神手握兵器 立于冰河之上 摆好大战的证实 江吉亚的兵器是打身边 打的就是危害百姓的妖魔鬼怪 先吃俺老将一鞭子 杀你个魂也丢来破一落 还不滚回河里去刷抖音 没过几分钟 河神大喝一声 俺半可 突然从河里钻出来 把小船捅成两半 江吉亚赶紧扔出船板 接住秦乱 为了给河神致命一击 老江朝着河里就是一边 瞬间卷起千层浪 淹没村庄不自知 来来来 喝完这杯还有一杯 还没等河神反应过来 老江再来一遍 把他扔到火山里 再画上一个符号 永远复印在这里 早晚又被烤制两面金黄 加点自然使用即可 按理说 江吉亚痛打河神 应该得到奖赏 但是天空却传了师尊的浑厚声音 江吉亚 你为一己之私 殃及无辜 罪无可恕 罚你雷劈十五日 然后贬为凡人 老江对天怒吼 这是什么天理 我不服 天山一天 人间一年 十五年后的一天 已经长大的青鸾 正在山上挖草药 天空突然砸了一个火球 他还不知道 这就是被贬下凡的江吉亚 青鸾把江吉亚就回家里 给他疗伤 村里的青年石头 是青鸾的追求者 他知道这时候 把江吉亚绑到黄山一领 此时的老江失去神力 难免要享受一顿 拳打脚踢的丰盛晚餐 晚上 冷冷的冰雨 在他脸上胡润地拍 暖冷的眼泪 跟寒雨混成一块 老乡好的影子 在他身边徘徊 在天庭谈恋爱的画面 在他脑海出现 但是走近一看才知道 这是青鸾 青鸾再一次救了江吉亚 但是村民却把江吉亚当成妖怪 要把他扔到河里 喂和妖 和妖不但不敢吃他 反而被他拽出来 这是要拉回去 做红烧鱼吗 毕竟江吉亚 江吉亚扔到岸边 随后张开大口 卷走了好几个村民 青鸾冲出来救小女孩 眼看就被卷走 江吉亚赶紧扔冲布棍 正好命中和妖新人的窗户 眼睛和妖痛得 沉入河里抹眼泪 之后又突然冒出来 发誓要卷走这三人 危机关头 石头拿出弹弓 打中和妖的要害 和妖痛得要命 沉入河里去找妈妈了 后来青鸾无意间听到 江吉亚和土地公的对话 他这才知道 眼前这个白衣飘飘的男子 正是15年前的救命恩人 内心不禁小路乱撞 与此同时 被封印15年的河神 也开始蠢蠢欲动 为了对付河神 江吉亚决定穿越结界 去找打神鞭 青鸾跟了过来 石头追随青鸾而去 果然是真爱呀 三人没走多远 就碰上打猎归来的上古魔神 上古魔神原本是没有把三人放在眼里的 谁知石头却用弹弓攻击魔神 魔神很生气 后果很严重 三板斧下去 谁也活不成 除了拼命奔跑 别有选择 魔神虽然跑得慢 但最后还是追了上来 江吉亚一波操作猛入火 用八卦阵在时锁住他 对面是魔神不敢进入的结界 三人决定也马上躲起来 落在后面的江吉亚 挨了一板斧 昏了过去 接着 一个和青鸾一模一样的白衣女子 突然在这里出现 她是江吉亚的老乡好 女子直到青鸾 用她的血救江吉亚 这一招果然很凑效 江吉亚的神力得到恢复 再次亡者归来 在此期间 村民在土地公的指挥下 成功捕获河妖 这位大神 连辣椒水都用上了 这是想做一道麻辣鱼的节奏吗 三个人来到风神岭 江吉亚进入幻觉 看到自己15年前 挥舞神边 卷起河水 淹没村民的残暴画面 她终于意识到 自己当初急于立功 残害无辜 活该被离劈 接着 她又进入另一个幻象 见到了早已不再人世的老乡好 百年的思念 换来今朝的再次重逢 她早已心满意足 江吉亚不舍她离开 老乡好告记江吉亚 只有放下执念 才能找回自我 江吉亚受到启发 要想拿回打身边 就要放下执念 悟空这一切 她经受住天尊的地道考验 但是天尊却说 只有放弃所有村民 才能拿回神器 此时 河神已经逃脱出来 开始对村民下手 首先就要拿土地公开刀 江吉亚即使赶到这里 但是并没有带回神器 她要徒手与河神一绝高下 没有神器 她很快败下阵来 善良的侵卵 首先为她挡住 河神的救命光波 接着 又为她挡住 河神的致命兵器 最后死在了江吉亚的怀里 只有张学友的心如刀割 能表达老将的痛 就在这一刻 全世界双心角色 又多了一个老将 就在河神 要对江吉亚下手时 她身边突然飞了过来 江吉亚满血复活 一边就把河神 抽到了油锅滚滚的 另一个世界 河神想用冰渣子 困住江吉亚 可是并没有成功 最后反而被江吉亚 天尊对江吉亚的表现 非常满意 准备将讨伐昼王的众人 交给她 她却主动请求 自贬喂水50年 换取无辜村民的重生 天尊答应了她 带走了河神 江吉亚年纪轻轻 就开始在喂水河边 直扣垂掉 这部国产奇幻片 名叫新风神江吉亚 喜欢的朋友 记得点赞 转发 关注哦